女孩作词 《小丹》 寶寶 你为什么要吃饿了 你知不知道这不错 不不不可以吃饿的 不可以吃饿的 不可以吃饿 好心痛 你不要再吃饿了 知道吗 你很有趣 Jason 我发觉有些主人 例如贵妇狗 一些比较小的狗 又会常常很喜欢抱着牠 长期不让牠落地 又很喜欢买很多零食 很多漂亮的衣服 其实狗是否会种坏的呢 绝对会 是 绝对会 包括我自己也会 是 其实你种的程度是多少 因为它比较小 你会觉得它应该要受保护 其实狗始终 我觉得都是狗 要比较正常 在狗方面去社交 各样 所以长期抱着牠 又不让牠落地走 又狂喂零食 其实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就会形成 它会觉得主人 什么都疼我 它就会变成 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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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小狗 会特别恶些 那如果我们 预计了一只破坏王 周围咬爛 沙发 我们在网上 有些影片 是整张沙发都可以咬爛 破坏王 其实狗和人一样 需要一个活动 一个活动 它自己要释放自己的能量 譬如你一天在家里 百无聊奶 不知做什么 我自己全力 我又想出去跑 玩 因为你知道澳门的地方 环境的因素 可能只得到一间屋里面 它释放不到能量 它就开始无聊 它要找方法去发泄自己的精力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真是主人要多些时间陪它 带它去散步 可以消耗到它的体力 最后问到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护食 可能狗狗正在吃东西的时候 如果主人这个时候伸手 又或者另外一只狗狗走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很饿 那怎么办 其实这件事要由开始的时候 你要告诉它 这件事是慢慢继续的 它首先要自己学会规矩 然后它慢慢告诉它 食物是我 我给予你食物 那是你才可以吃的 不是一放下 它就会觉得食物是它 所以它开始有这样的护食行为 我通常会教主人 慢慢去喂它 慢慢收回它 如果它做到不互食的情况 那我就会奖励 再给它 每次它都会等到 其实我不互食 我才会有东西 我一互食 我一互食 我就没有东西 它就会很明白 这件事 我不可以去要我自己的食物 或者玩具 或者其他物品 所以有时狗狗的行为问题 也不单是它自己的问题 也是很关乎主人 要一起互相配合 大家就可以知道 一些适合的规矩 就可以好好地 一起共处 一起生活